哈喽大家好我是李燕 欢迎来到单车时代 本周晚上的时间 我们将为各位车友 带来这一周的重点新闻回顾 现在就和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周职业车谈发生了哪些事吧 第一则新闻 汤杜姆林有意在2022年回归大环赛 汤杜姆林对于明年 是否要参加大环赛持开放态度 并说明他将在12月中旬 与Jombo Visma车队 一起参加位于赫罗纳的训练营 汤杜姆林表示 他需要透过训练来适应 并重新建立他赢得比赛的 雄心壮志和竞争力 汤杜姆林表示 他会在西班牙与车队及教练 商讨他在2022年的赛季该如何安排 并强调不排除参加大环赛的可能性 汤杜姆林在接受荷兰杂志采访时说到 自己作为一名选手 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 努力获得最好的成果 为车队创造价值 汤杜姆林在2019年的环翼赛事中摔车后 放弃当年的赛事 在2020赛季之前 由三位车队转会至Drumbo Visma 同一年当他为2021赛季做准备时陷入挣扎 之后他宣布放弃比赛 汤杜姆林表示 当时的他对于骑程仪式感到厌恶 甚至无法在自行车上坚持超过两小时 仿佛失去了对曾经热爱事物的所有热情 因此决定休息一阵子是必要的选择 下一则新闻 英利市车队描绘2022环发版图 今年英利市车队在争夺黄山中施力 车队的负责人近日接受Pro Cycling杂志的专访 聊聊关于这次大环赛的过程 以及紧接着将面临未来的赛季如何做安排 英利市车队表示 今年让车队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总积分排名 是比赛的战术之一 其目的为了保障Garen Thomas和卡拉帕兹等车手 但是后来车队发现 要在第一周的高山路段 挑战像普卡加和罗格里奇这样的选手十分困难 他们将每次的比赛都当作最后一次再拼搏 使赛事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Garen Thomas在摔车之后面临心理的挣扎 这使英利市车队在积分总排名中失势 在那之后车队为了卡拉帕兹全力以赴 尤其在风突山的赛段中 车队将比赛的关键决定在运气层面上 若是普卡加或Vindiger的表现不佳 车队是否能好好利用 可惜的是他们仍是各种好手 为了大环赛 英利市车队尽可能的做更多尝试 唯一能够做的也只有不断的尝试 因为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战术上而言 英利市车队认为在第一周尽全力拼搏是不明智的 为了整场赛事 选手们必须了解节省体力的重要 当然英利市车队还是十分相信卡拉帕兹 并百分之百支持他 车队的最终目标是希望有四个人留在总积分排名上 不论英利市车队的战术如何受到外界批评 他们都欣然接受 并且认为这已是最好的安排 第三则新闻 Mark Kevin Dash摔车后被迫放弃根特六日赛 Mark Kevin Dash日前在根特六日赛的最后一天摔车 在单架上离开赛场 被迫提前结束这场赛事 事故的主因初步研判是因为赛道上的积水 导致许多选手摔车倒下 所幸所有人在摔倒后都站了起来 其中包括Mark Kevin Dash 而作为预防措施 Mark Kevin Dash被工作人员抬上担架 并向场内观众挥手致意 原先Mark Kevin Dash与他的队友一同排在第四位 略输给Mark Roth和Hansen几圈 而摔车之后 Hansen在接受一之后迅速恢复 但Mark Kevin Dash没有那么幸运 需要就医治疗 在单架上即便Mark Kevin Dash看起来面色痛苦 仍向所有人挥手 获得观众如雷的掌声 最后老将凯特勒和他的搭档Ravgis取得了胜利 只是比赛中发生这样的事故 对于凯特勒来说 这是一场略显空洞的胜利 最后一则新闻 皮特撒岗因袭警一事郑重致歉 今年4月 皮特撒岗在地中海因违反当地宵禁规定 而遭到摩纳哥警察查气 当时他拒捕并袭击警方 而被法庭判罚了5000欧元 合约新台币156000元 经过法国与摩纳哥当地媒体一系列的报导后 皮特撒岗在近日表示自己已沉痛反省 并向大众以最高诚意致歉 摩纳哥当地因应新冠肺炎 实行夜间10点至清晨6点的宵禁 4月25号清晨12点 皮特撒岗与哥哥驾驶电动机车返家 途中遇警方拦查 据皮特撒岗的律师表示 当时因为警方遇坚持送他们就医 皮特撒岗认为自己将被送往医院 强行施打新冠肺炎疫苗而与警方发生冲突 皮特撒岗透过《Cycolic News》表示 当天自己喝了点酒 虽然已到了宵禁时间 但仍想返回自己的居所 当天是他哥哥驾驶电动机车 所以皮特撒岗没有接受酒册 但警方遇待他们前往医院做他不清楚的药检 这是他向警方动手的原因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重点新闻回顾啦 欢迎各位车友在底下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认为重要的资讯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